今天用6个鸡蛋跟你分享4种蛋糕的操作 认真看,我来跟你分享细节,一定能够学会 首先准备6个鸡蛋,蛋清蛋黄不用分离 下半碗的清水,也就是75克 下一包300克的蛋糕钻样粉,这里面含有糖,不用再加 手动搅拌1分钟,让面糊变成金黄色 再用打蛋器打发5分钟,面糊变白细腻 后下半碗的食用油,也就是75克 边倒边搅拌,搅拌至没有看到油的痕迹 电筒煲里面薄薄刷上一层油,等一下比较好脱模 点煮粥或者煲汤按键40分钟 说真的,用电筒煲做蛋糕,我每次都很成功 再来分享第2种方法,包上保鲜膜 水烧开后,用小火蒸半个小时 这个操作会比用电筒煲更保险一点,简单又实用 第三种方法就是用高压锅,隔水蒸 上汽之后,小火压半小时 焦做菜就应该讲细节,才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 你说呢? 松软可口 这个方法是不是也挺简单的呢? 最后一种方法就是用烤箱 上下火150度烤20分钟 这个做法跟实体店卖的没有什么差别 表面涂上沙拉酱,撒上肉松 把它卷成毛菌卷 看了我视频是不是长见识的 蛋糕卷原来是这样操作的 我的美食就是活菜谱 千万不要错过哦 我 worry又不是这种方法就足够吧 我问你 military 我看你还是一个东西的颗子 你需要留意的颗子